謝謝蔡布院長 邀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也請陸委會陳明通主委 請陸委會陳主委 蘇院長好 阿蘭你好 你好 很久沒看 阿蘭好 那最近 最近我們都看到一個議題 蘇院長上台之後 第一次的會期 提出這個優先法案裡面 現在大家很關注的 就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針對政治性的協議 要訂定所謂雙公投的門檻 我稍微有去了解一下 門檻很高 可以說比修憲的門檻還高 因為它有雙公投 前面有諮詢性的公投 要先經過諮詢性公投之後送立法院 還沒談判之前要有計畫 送立法院三分之二通過 才能開始去談 談完以後回到立法院審議 還要經過四分之三的門檻 然後再交付公民投票 這個門檻比修憲還高 我講的對不對 修憲的門檻 一定你敢沒有了解 兩岸其實也不是說現在我們在注意 馬英九先生當總統的時候 他也講這個要經過公投 當然要慎重 這個公投我覺得應該高門檻 好 OK 我們都知道要門檻 所以之前太陽花事件之後 大家朝野都有共識 兩岸協議要訂定一個叫做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名稱各有不同 各政黨都有提出監督條例 就是在簽訂任何協議 不只是政治性的協議 包括一般的協議服貿貨貿 都要有一個監督條例 來做國會監督 甚至有的版本當然也有公投 如果是政治性的 好 我們都認為 是應該有一些國會監督 兩岸之間 其實跟任何國家訂定相關的協約 也都有國會監督 現在我們質疑的是說 你把門檻訂到這麼高 比修憲的門檻還高 如果我有講錯 你就糾正我 有這個必要嗎 我們現在的感覺是怎麼樣 回到三部政策的時候 不接觸 不談判 不妥協 那是民國六七十年的事情 蔣經國執政時代 當然如果對國家好 不接觸 不談判 不妥協 也許其實是一個好的政策 兩個時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是有兩百萬的台幹跟台商 在大陸經商討生活啦 兩岸的貿易 台灣依賴的程度 第一 就全世界的國家來講 就是貿易往來 出口也是對中國大陸第一 進口也是第一 這樣的關係 你還要用三部政策 來處理兩岸的協議 這個我很難接受這樣子的邏輯啦 政治邏輯啦 那你交往是這麼的密切 兩百萬人在那邊討生活 百分之四十幾的出口進口 是跟中國大陸往來 然後你在協議兩岸要做協議的時候 訂定的比修憲的門檻還高 我實在很難了解 我們現在回到三部政策 肩幣親也不跟中國大陸做任何交往跟往來 這樣到底是對台灣比較好 還是比較不好 傷害的是台灣呢 還是可以對敵方傷敵五千 傷我一點點 還是說傷自己比較大 我比較質疑這個部分 當然這個條例 實際完整的版本還沒出來 將來還是會到立法院來審議 不過我先提出來 我對這樣子的 訂定的這樣子比修憲門檻還高的 這樣的門檻來規範兩岸的協議 不合比例 我們要修憲是要改國號 改國名改成台灣共和國 這樣子的大事情 我們來訂定高門檻 大家都同意 兩岸協議你訂的門檻比這個還高 比改國號改成台灣共和國的國號 訂的門檻還高耶 這樣有沒有符合比例原則 我很質疑啦 是不是委員讓我來說明一下 給你一分鐘 謝謝 很簡單的 那麼我們是要從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修改這個 最主要是政治議題的協商 在兩岸條例裡面有 但是過去門檻很低 因為政治議題很敏感 我們說這麼高的是在尋求社會高度的共識 如果沒有這樣高度的共識 任何政治協議都會造成社會的紛爭 這為了整個社會的一個團結 你要去成立和平協議 你就說服老百姓 能夠有這樣的高門檻 能夠形成共識 You just do it 好 OK 我們都同意訂定門檻 要有高度共識 但你那個高度啊 高到比修憲還高 比改成國號改成台灣共和國還高的時候 你就是怎麼樣 禁決所有可能的談判 不可能可以過的東西 前面三分之二 立法院要通過 才能開始進行 回來以後要四分之三通過 然後還要再交付公投 以台灣現在社會有這樣的共識嗎 很難啦我知道 剩下百分之0.1的可能 是這樣你看看習近平先生所發表的 現在對付台灣已經直接講明 就是一國兩制 就是統一進程 就是要來所謂的各黨派 他要進行這些協商 我了解 已經是 兩岸關係非常複雜啦 剛才你說兩百萬 等等 謝謝 政治一面 我再講一下啦 兩岸很複雜 對方有時候也很敵意 我們都可以感受 請對台灣 大家相信民主自由制度的這樣的價值 更有信心 他出一步 敢跟他們做談判 我要的只是這樣子 談判 我們才有辦法解決問題 談判 我們才能爭取自己的權益 美俄關係啊 這麼的敵對 他們的核子彈 對準彼此的程式 美俄中程核武談判 也要坐上談判桌去談判啊 南韓北韓互不交往互不往來 甚至北韓可能有核武對準南韓的首爾 還是要透過談判解決問題 我要強調的 兩國再怎麼敵意 唯有透過談判解決問題 不是要開始起戰爭 對啊就是談判 OK 那你把談判的門檻 設定成不能談判啊 現在問題是如此啊 不是委員 那就根本沒有辦法啟動談判啊 協議都不可能嘛 你前面的諮詢性公投 三分之二通過的門檻 然後協議如果要 能夠實踐 通過一個四分之三的 國會同意的門檻 再交付公投 比現在的公投法還要嚴格的 百分之五十 要通過 我想喔 這個 審議的時候我們再來討論啦 如果說 民進黨政府說我們兼必親野 不做任何談判 跟中國大陸 那你就講明的 也不用訂定這個所謂的門檻 因為你訂的門檻就不可能 可以展開談判 好這個議題 以後我們還會面對啦 在立法院 我這個會期已經到內政委員會 將來我們還有機會 可以來討論